清晨巨大爆炸火光照亮整个天空 乌克兰南部港城奥德萨遭到俄军突袭 浓烟直窜天际 俄军工事没有停止 入侵乌克兰进入第40天 才说乌尔和谈有重大进展 俄罗斯谈判代表梅丁斯基却说 没到双方领袖会灭的程度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则说 不可能再相信任何形式的承诺 美国情报也指出莫斯科调整进攻计划 将5月9号作为胜利日 目标将是乌克兰东部和克里尼亚主权 因为一旦冬季结束 勇雪会使得俄军部队难以移动 乌军则是再度秀战果 乌克兰首军宣称 24小时内摧毁四辆俄军战车 六辆装甲 击落两架飞机 一架持绳机和无人机 立足俄军进逼 TVBS新闻 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